好的,大家早上好,晚上好 這個時間是我們這邊八點 我知道在西部只有五點鐘,凌晨五點 我知道我們的夥伴已經上線了,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恩 那我們今天的話題是講一講生命之選的常見問題 我們這個生命之選的常見問題我們已經講過 但是我們要隔一段時間重複一下 因為有時候會有新的問題,或者新的見解,新的體會,新的思考,還有新的疑問 那我們就不斷地更新 那生命之選的常見問題我們再看看 這個常見問題 我們先看看生命之選的主要成分 要跟百度或者是Google上的那個 跟別的工業用品的那個要去分開 因為它是完全不同的兩個不同的東西 所以有的人一查一看,搞混淆了,嚇一大跳 哎呦,這是好像是什麼 什麼Gaslin提取物,那才了得 所以我們這個是玉米提取物 所以是一個非常乾淨 你就是吃一公斤都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這個是玉米提取物 不含酒精,而且還有Cosia 哈拉認證 這幾個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這個一個carrier 就是說它木分數呢 就像碳末一樣的 它是你沒辦法使用 另外呢,不容易被人體吸收 所以有這麼一個carrier 能把它帶進我們的體內 讓我們的通過口腔連磨吸收 可以進到我們的體內 在十分鐘內,就在我們的血液中 能夠查到這個木分數 它幫助我們去抗氧化 抗自由基,抗微生物,抗病毒 那麼生命之泉的服用劑量 過量會有危害嗎? 生命之泉呢 它的這個劑量真的是可以 隨意瀟灑的發揮 而且不會出現什麼打的問題 有的人呢,因為很敏感 有的人一天一滴 兩滴,三滴的都有 那麼到見效的這個 這個劑量的一般是五滴左右 五滴呢,就是有 有的人就是慢慢吃 一天吃五滴 五滴呢,那一瓶呢 就可以吃半年 所以這個,從這個劑量上來講呢 我們這個控制劑量和 控制成本 控制 控制我們的Budget 這個方面 這可以有非常大的 增縮空間 那麼有人呢 因為他們在與時間賽跑 比如說 微重病人 他們有的用到 兩天一瓶 一天一瓶的都有可能用 都有這個可能 那麼正常的 正常的 正常的 我們叫therapeutic dosage 就是做一些比較有療效的 這個量呢 大概是在30滴到 60滴、90滴不等 然後在微重病人就加量三倍 或者更多 所以這個用量呢 可以有很大的空間 很多人呢 因為他們的Budget 比如說有的是 退休老人 他們的這個 資金非常緊張 那麼他們就是一天五滴 一天十滴這樣的用 我們這個其他的 經濟上沒有那麼緊張的人 就可以用 隨意發揮 當然根據我們身體的反饋 比如說有的人 陰虛火旺的人 他們會有點感覺上火啊 或者有點口腔飛機啊 或者是有一點這個 口唇乾燥啊 這樣的感覺的時候 可以稍微調整一下用量 一般是減量為主 也有少數人呢 比如說吃了之後試睡 或者是吃了之後 有別的什麼反應的時候 有的人會加量 一口氣衝過去 這種感覺 讓他在短時間內 就讓身體盡快的適應 所以有的人呢 他有的人會扛得住一些 這個反應比較 比較激烈一點的時候 有的人說沒關係 我就堅持用幾天 就挺過去了 所以一般這個反應器呢 大概是有兩到三週的時間 比較典型 也有人時間更長 那麼服用生命之拳 與其他保健品有衝突嗎 我們一般是說 跟其他的保健食品類的 沒有什麼衝突 因為生命之拳 本身就是一個 相當於是一個 snack 一個 smoothie 這樣的東西 所以呢就比較 比較 容易跟其他的保健品 你差不多時間吃都可以 同時吃都可以 但是呢 跟處方藥呢 最好隔開一個小時 或者是時間多一點 長一點 但是不要一起吃 不要同一個時間吃 錯開一點時間 會比較好 生命之拳的儲存 是什麼要求 生命之拳 本身 它實際上它的實質性的 保值期是有十年 但是呢 它的這個 我們政府呢 因為要求必須有一個限制 所以呢就是 一般是三年 我們拿到手的時候呢 有時候只有兩年左右 因為它一批 一生產一批 就要管足夠的量和時間 所以呢 一般是兩年左右的時間 但是呢 這個 它本身的保值期 實在是十年左右 所以呢 一般來講呢 你捷径過期 或者過期都問題不大 這個它本身還抗高溫抗低溫 所以高溫到200 低溫到50 它都不會破壞它的 它的微型成分 當然了 盡量避免了 避免極端的 溫度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影響 最好是 就普通的 直溫儲存就可以 都不用放冰箱 開屏之後 最好是 三個月之內 用完 那麼生命治療 使用中 有過敏反應嗎 有個別人 他們會對 比如說松树過敏 這種人呢 在使用的過程中 我們一般是建議 大家都是在使用的第一次 你在你的 就像做一下 皮試驗呀 你在你的手腕呢 或者什麽這種 這種地方 就是第一滴抹一抹 過幾分鐘 觀察一下 看看有沒有 有沒有什麽反應 有什麽起紅疹子 或者有沒有什麽 有這樣的反應 那如果是沒有呢 就可以開始使用 使用過程中 剛開始也可以用 10D 20D 開始 然後如果再沒有反應的話 就可以按 比較正常的用量 開始使用 當然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中呢 有的人 他會有不同的 不同的反應 我們把這種反應 不叫過敏反應 也不叫 就是說 不適合於某個人的體質 絕大多數時候 是沒有問題的 那麼 很多人在使用過程中呢 他們會有一些 比如說 疼痛啊 或者是睡眠 呃 出現一些波動啊 啊 或者是口腔 有一些反應 比如說覺得有點 有點 有點 glue 樣的那種感覺 好像 好像有點乾的感覺 這些呢 都是比較正常的反應 就是我們身體呢 在 在清楚我們的 啊 這個 比如說我們叫 陰虛啊 啊 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就會有類似這樣的反應 把他的虛火 給頂 頂出來 趕跑 這個過程 啊 有的人呢 是這種 比如說 子宮肌瘤 他要把它給壓縮掉 把它給擠出來 那麼他就是會 需要把這個 讓這個子宮肌瘤 變得軟化 孵化 或者我們就就像 用通俗一點話講 就像把他 把他給 煮熟了 然後才能讓他慢慢的 啊 這個水液代謝 把他給吸收出來 啊 這樣他才能縮小 所以有時候呢 他會 啊 感覺到稍會 稍會有一些變化 有些變大一點 所以當你在檢查的時候 啊 發現 哎 比原來大了一點 不要驚慌 這往往是這個啊 就在好轉 吸收過程中 他必須經歷的一個 一個過程啊 所以這樣呢 就是不要太 太慌張 那麼有的人呢 是血糖 有的是血壓 有的是這些呢 短時間內 會有一定的波動 但是這個呢 用我們的長遠目標 是在三個月五個月 或者半年一年 兩年之後 我們要讓他 讓我們的身體能 自然的去控制我們的 血糖 血壓 膽固醇這一類的 所以呢 啊 讓我們的身體 有一個適應期 有個反應期 這個是正常的 所以沒有什麼 太值得擔心的 那麼生命之泉 使用多少時間為宜啊 這個呢 我們說這個生命之泉 就要像我們吃青菜水果 你要是三個月五個月 是不吃青菜水果的時候 我相信你的手 一定會長 稻腔刺 或者是有其他的啊 維生素C的缺乏症一樣的 那麼這個生命之泉呢 你長期服用 你就會啊 會非常的啊 最健康 那你的身體 處於最佳理想的狀態 那麼你長時間的 不用的時候 當然你又又回應到 你的正常的啊 這個這個人生的這個這個 摔倒過程啊 所以呢 你要是能堅持長期服用 會更好 中間可以停服啊 因為它本身沒有依賴性 沒有什麼啊 就像這個 你叫 chemical dependency 它不會有這種依賴性 所以你你不用的時候是可以的 也不會有什麼特別明顯的反彈什麼之類的 但是呢 你堅持用會更好 啊 另外呢 那終身服用呢 是最好的啊 也不需要 中間不需要間斷 生命之權的服用年齡限制 啊 我們知道公司的官方的這個 啊 資料裡頭都是講 啊 12歲以下的小孩不要用啊 或者說不建議用 啊 這個呢 是根據啊 根據官方的這個啊 就是我們政府的批文啊 啊 因為政府呢 沒有讓我們去給小baby去做這種啊 臨床試驗 所以呢 我們說沒有足夠的數據來支持 給小孩用的這個情況 但是呢 我們有很多的家長呢 他們知道這是好東西 自己用的都非常好 他們也會給他們自己的小孩用 尤其是 這個小孩有一些健康方面的需要 比如說有死疹啊 或者是有其他自閉症啊 啊 多動症啊 這些類的問題的時候 他們有會給小孩用的啊 然後呢 再一個就是 啊 下一個就是孕婦和哺乳期的婦女 可不可以用 孕婦和哺乳期的婦女呢 我們公司也是這樣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建議 不要用啊 啊 當然也有人他自己自作決定的用 這種呢 一般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啊 然後 這個 啊 我們是比較建議這個孕婦呢 在真正的懷孕之前啊 最好是用啊 可以幫助 幫助懷孕 啊 這個 這個 補乳期之後呢 也可以用 這樣呢 就幫助他恢復 啊 尤其是像潤成文啊 這樣的一類問題啊 都會有幫助 那麼幫助婦女 有的 有一些這個 這個什麼 啊 就是產後 產後中和症 產後的 什麼 這個這個 啊 糖尿病啊 之類的問題 啊 用這個會幫助恢復的很快 生命之選的外用方法是怎樣的 我們知道生命之選的外用呢 我們叫從頭到腳啊 都可以用 你的頭髮 到你的灰指甲 從頭到腳都可以 那你的 十枕 尤其選 呃 紅包囊瘡 或者是青春痘 啊 還有呢 就是 所以我們平常的使用的過程中呢 我們會 啊 有一些這個 啊 有一些人把它用做成噴霧啊 它可以噴灑在你的頭髮 你的 背部啊 不容易 不容易 塗抹的地方 用噴 噴霧的方法 還有呢 就是比較面積比較大的 比如說像有些人是全身性的 啊 它可以用 用這個噴霧噴的 比較大面積的 比較 就效率比較高 啊 同時呢 也不會堵塞毛孔 啊 不會引起 搔癢啊 這樣的問題 那麼它有一些 啊 像牛皮血癌啊 這一類的 一定要 一定要內服啊 內服是 從你往外的 從身體的 根本的 這個體質方面 身體內部的 內環境方面去改善之後 引起啊 啊 這個外啊 外面的身體 皮膚的一些問題 所以內服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這個生命治療 因為它在內環境方面的修正啊 尤其是像我們 啊我們說的這個皮膚上的問題 很多都是肝啊 或腎的毒素太多 或者是啊 肝陰虛啊 什麼 腎陰虛這樣的一些問題 引起皮膚的照裂啊 引起啊 炎症 或者是啊 啊 燒癢 這樣我們內服呢 讓它去修復 體內的這些損傷 和腦化 啊 還有呢 叫最佳時間 服用最佳時間是什麼 啊我們很多產品呢 尤其對腸胃沒有刺激的產品 都是建議啊 飯前空腹啊 啊 尤其是健康食品的 比較多的是啊 飯前 但是呢 那也有一些飯後的一些需要啊 啊 有的人比如說有餵 餵餵羊 十二指腸餵羊 或者是這種啊 餵羊性的一些反應 或者是啊 胃連膜過敏啊 啊 這些問題 他們都可以有可能會在 不用啊 吃飯之後再使用啊 啊 那麼視頻之前呢 當你服用在口腔的時候 最好是在口腔裡頭打個轉 讓它在裡頭停留一段 啊 這個時間 10秒20秒都可以 然後讓它吞咽下去 啊 因為它的這個口腔吸收 是可以在10分鐘 進入血液 一個小時達到高峰值 啊 通過啊 腸胃吸收呢 我們後面會講到啊 需要24個小時周期 寵物也可以使用 寵物呢 是在啊 按照體重 一般是有的小寵物才幾磅啊 那就是一滴半滴都可以了哈 所以很少的用量 一瓶呢 可以用半年一年 兩年都可以 但是 我們知道 啊 不要啊 時間拖的太長啊 要是寵物用不完的 啊 就讓寵物給跟人一起用啊 人用的時候 給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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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它一滴 那麼啊 大一點的寵物呢 像大的那種 像我們家有 有兩個 都是七八十磅的 那麼他們可以用量大一點啊 三滴五滴 十滴都可能 甚至更多一點 那麼口腔吸收 和腸胃吸收 在時間上面有個 時間差啊 一個小時到24個小時間的差別 所以呢 比較建議口腔吸收 效率更高 啊 多久可以見到效果 這個呢 這個呢 是根據我們平常說的這個 啊 說的幾分鐘到幾年 不等啊 這根據你這個 見效的 哪一個 類別的 問題 或者說哪一種 疾病 啊 所以我們一般是說 有像皮膚上的一些問題 啊 能立竿見影呢 見到效果的 那這個可能幾分鐘 啊 有的就像我們剛說的 子宮肌瘤啊 類似這樣的 要讓它消散的話 可能要用半年 一年兩年 還有呢 就是腸療病的 比如說你是 Borderline的人 那麼你可能 哎 幾天就覺得有變化 但是如果是你打過 40年的胰島素的 啊 這樣的啊 腦頑固的 這個腸療病 那麼你可能要用 半年一年兩年 可能見到 見到明顯的效果 所以這個見效呢 是根據因而而異 當然我們 比較常見的 普通的這個 見效時間 大概是在 兩到三個月啊 比較有比較 集中和明顯的 不同程度的 不同方面的 改善啊 多方面的改善 可能要用到 兩到三個月 但是呢 像比如說像睡眠啊 怎麼自己有的人 就當天晚上 就覺得能睡好覺 這樣的情況 啊 或者是疼痛 有些方面 比如說痛風啊 啊 大量的使用 在很快的時間 有可能會見到效果 另外就像百明老師 曾經啊 分享過的 他的這種啊 在在在熱 熱水澡堂 熱水的這個這個 hot tub裡頭 泡的時間長了 然後起來 啊 會明顯的感覺到 啊 危急感 那麼用這個呢 幾分鐘就緩解 所以這個是根據 每一個人使用的情況 啊 見效的時間 是有很大差別 啊 當然我們一般是說 兩到三個月啊 就比較 比較好 那一般啊 當你說兩到三個月的時候呢 啊 在啊 我們的朋友客人 他們就會啊 那兩到三個月 你給我兩到三個月的用量吧 那這樣的話 你就會用幾頻 三頻五頻 六頻 或者是 我們說一個療程呢 是十三頻 或者十五頻 一個療程啊 生命之泉 與其他抗氧化劑的差別 這個差別 是非常大的啊 我們一般 我們把這個生命之泉 當作是廣埔抗氧化劑 它是適應於各種不同的 氧化損傷 而我們知道 比如說維生素C 或者維生素 啊 啊 其他的維生素 或者是像 啊 維生素E 維生素A 這些都屬於 啊 抗氧化劑 那麼還有一些什麼 啊 其他的百年度存 啊 SOD 有很多的抗氧化劑 啊 但是我們知道生命之泉 它的抗氧化能力 是 在我們的 啊 臨床試驗中 它是 證明是非常強大 而且適應於 適應於各種不同的氧化損傷 啊 啊 市民之泉有什麼樣的好轉反應 我們前面已經提到過了哈 好轉反應就是各種各樣的啊 啊 每一個人的這個反應呢 都不太一樣啊 啊 而且需要积累的時間 周期不一樣 有的好轉反應是在 啊 三天五天一天兩天 有的人呢 是要用半年一年 甚至兩年三年的時間 才會在某一些方面 產生好轉反應啊 啊 這是根據你的身體的那個 啊 病症的一個反應過程周期 來決定的啊 啊 好轉反應時間呢 延續多久 一般是兩到三個星期 比较 比较典型 但是呢 也有更長或者更短的 好 市面症状會被其他的同類產品替代嗎 我們知道啊 市面上有很多的產品 他們會啊 經常會有各種各樣的這些不同的公司 不同的啊 產品類型啊 來替代啊 但是我們這個產品呢 就像韓明老師講的 我們這個產品是 就像西洋森一樣的 它會啊 永久生存下去 因為啊 我們知道松樹的提取物 是是啊 經久不衰的啊 這個這個 我們 我們知道松樹上 所有東西都是保 松花粉 松露 松針啊 這是這是被多少年來證明的 非常非常有效的一個抗氧化劑 那麼它 因為我們這個市面之泉呢 是有22個 就生產工藝的專利保護 同時呢 又有啊 長期永久的啊 長期永久的獨家代理 所以呢 不會被其他的同類產品代替 所以你在市面上 再找不到第二個 生命之泉啊 然後呢 生命之泉經過 美國的FDA認證嗎 啊 美國的FDA呢 主要是管美國的產品哈 我們呢 加拿大的FDA 就是我們的Health Canada 他們有 對我們有個認證 叫8008-4596 這個在我們的網站上 啊 都有在搜索的到哈 你在加拿大的政府衛生部的網站上 去搜索8008-4596 就可以查到 生命之泉的副作用啊 這個是剛才我們講到的 好轉反應啊 這個 過敏反應 這一類的這個 相關的話題啊 副作用呢 我們沒有 聽說 什麼樣的明顯的 副作用這個說法 我們往往是 我們是 以一種 好轉反應的形式 表現出來 所以呢 我們說生命之泉沒有 沒有副作用啊 我們基本上是沒有 沒有 no known side effects 這個說法啊 那麼生命之泉 按療程服用嗎 這個是我們 啊 我們在 在診所裡 比較常用的一個 一個概念啊 一個療程多少頻啊 或者你按 要按半個療程來算也可以啊 半個療程比如說7頻 一個療程15頻 或13頻 都可以 生命之泉的保值期是多長 我們也提到過 它是10年啊 真正是 實質性的10年啊 就是 標籤面上的是3年 生命之泉開屏之後 多長時間付完 就是我們說的3個月啊 生命之泉的原料會耗盡嗎 啊 這個問題呢 應該是 不會 因為我們這個原料呢 是從 雲山樹 啊 上來的 但是這個雲山樹呢 它有很多的這個松枝 會被冰雪 壓垮之後 掉在地上 但是呢 因為它 啊 它這個 在極寒地帶呢 它掉地上之後 它不 它不死 它有自癒能力 所以呢 就像變成了一個 一個 在地上一樣 一個一個叢林 啊 這個呢 就是我們 啊 用這些原料的時候 它會比較 比較 就是不影響你的森林吧 不需要去砍伐森 啊 所以原料 來源呢 比較 比較啊 不影響生態 所以它不會耗盡 有沒有 有關生命之泉的 臨床試驗 這個臨床試驗 就是在我們各家診所 各個醫生來做的哈 啊 不是啊 官方的所謂的這個臨床試驗啊 那麼生命之泉的特點是什麼 生命之泉的特點呢 是安全性啊 你可以吃 吃10滴 8滴 也可以吃 100滴 甚至200滴都可以 你一天吃一瓶 也不會傷著你 所以安全方面 非常的有保障 然後第二個特點呢 它是 就是 集所有的需求 與一瓶 所以呢 你如果在一生中你想 只用 啊 一瓶產品 那這一瓶產品就是你 當之無愧的 啊 all in one 那麼第三呢 就是內服加外用 我們知道一個外用的功能 就非常強大啊 啊 我們有有的市面上 賣的長頭髮的產品 從幾十塊到幾百塊不等 有的人是去花幾千塊錢 幾萬塊錢去摘重頭髮 就是摘重頭髮 還要把自己 自己後腦勺上 這些這些沒有掉完的頭髮 把它讓根 讓一根一根的摘到這個地方 一根管一個面積啊 那麼那麼去摘 要花很多錢 但是我們這裡呢 就是用這一個產品 就解決了它的問題 那麼內服加外用 所以它是 十一面 這就覆蓋了我們身上幾乎 所有的需求 它不用擔心過量 所以很乾脆 價格呢 非常合理 所以這些特點 all in one 在一個產品裡頭 體現出來 那我們就有非常 非常 獨到的一個優勢 生命之院的口感太苦 怎麼辦 生命之院的口感呢 是對於有些人來講 只覺得 這個不好吃啊 吃的不那麼 口感不那麼好 啊 但是呢我們 我們中醫有個說法叫 糧藥苦口啊 糧藥苦口就是 你不是因為它好吃才吃的 比如說這個 很多人喝中藥也要喝的 中藥也不是那麼可口的東西 啊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說我們的老闆也 也講過這個 就是 如果我們放 八克的糖 每天放很多的糖在裡頭 放很多調味劑 添加劑 調味劑 讓我們的口感好起來 這個是 可以做到的 但是呢 我們並不願意那樣去做 是因為我們每一滴 都是有價值的啊 每一滴都是 在我們身體都有用途 那麼 我們也不希望我們滴在 滴在口腔 滴在舌下 滴在鼻孔周圍 甚至耳朵周圍 甚至眼睛周圍的 我們不需要太多的糖 或其他添加劑 其他的 無用的東西 有的人甚至 直接滴在眼睛周圍 或者吸食之後 噴灑在眼睛的周圍 你也不希望太多的糖 太多的調味劑 太多的防腐劑 進到你的眼睛啊 所以呢 我們要保持這個 每一滴的純度 所以呢 它的口感 就是原始的口感 差一點的話 這個也沒太大關係 還有就是使用吸血劑的人 能不能服用生命之泉 吸血劑 我已經知道過好幾個 這樣的他們 服用吸血劑 來疏通他們的血管的人 他們服用的過程中 用的非常好 把他們的血管的堵塞 在一兩個月的時間 就疏通 這個是非常有幫助的 所以尤其現在 啊 這個新冠疫情下面的一些 肺部感染啊 大白肺啊 大白肺啊 這些 在使用生命之泉 對他們會有很好的很好的幫助 如果理解生命之泉的 雙向調節作用 我們昨天在跟朋友分享的時候 也講到這個問題啊 比如說你的 比如說你的體重 如果是你肥胖 那你就說明你的 你的代謝能力下降 你的 甚至你的 甲酸腺功能下降 或者是其他的方面 肝臟的 肝臟的分解功能下降 啊 那這樣會影響到你的體重 所以呢 生命之泉同時 又去著用於這些 引起你身體肥胖的這些原因 那麼你的體重呢 就可以慢慢的 減下來 但是呢 如果你的 你是因為某種病变 引起你的 身體消瘦 比如說我們叫皮包骨 那麼這個生命之泉 會找出它的原因 比如說是不是你的 你的這個 啊 腸胃功能紊亂了 或者是不是你的肝臟的這個 啊 分泌 膽 或者消化煤的功能 失調了 或者你的免疫制攻擊疾病 啊 它去攻擊了你的 腸胃 啊 引起你的這個 啊 就是消化吸收 或者你的其他某個方面 啊 出現了問題 故障 比如說貧血 啊 這都是這個 就是你的體重呢 會因為各種原因 導向了這個 啊 太瘦 那麼這個情況下 生命之泉同時也去 消除你的這些 啊 比如說胃潰瘍 十二指腸潰瘍 這些鹽性反應 在我們的身體 讓我們的腸胃 五股精微的消化吸收過程 啊 變得好起來 讓你能吃能喝能睡 那麼這個情況下 那你的這個 這個體重呢 啊 就可能恢復 就是因為我們 我們吃進去的食物 每三千卡的能量 啊 如果不消耗掉的話 它就可能變成一個胖子 一個一磅的體重 在我們的身上 啊 長成這個長成我們的體重 所以呢 啊 它可以雙向調節 血壓和血糖啊 都是同樣的道理啊 血血血血糖高的時候 是說明你的肝脏 你的你的胰腺 你的你的胰腺 你的這個腸胃 各方面的功能失調了 那麼它會血糖增高 那麼這個生命之泉 同時也是去調節這些 包括清除你的肝脏的 脂肪堆積啊 把脂肪肝 什麼這些肝肝肝腩肝肝硬化 肝上的問題肝炎 啊 幫你幫你去去消除的時候 或者幫你去啊 去去去抗氧化的時候 那麼你對血糖的調節 就有了一個一個 一個幫助 或是降低的作用 但是有的人低血糖 經常出現低血糖的情況 那也是肝脏的問題 那麼在使用這個產品的過程中 它會幫助到肝脏的噴吐功能加強 這樣呢 它就可以在你覺得是 本來應該低血糖的時候 你的肝脏會釋放出複合糖 讓你的這個能量 代謝能夠正常的 繼續進行 所以不至於出現低血糖的問題 甚至昏厥 高血壓也是這樣的 高血壓是因為肝陽上抗 肝風肝風內動 肝火上炎 各種各樣的問題 或者是肝脏對脂肪的處理 膽固醇的處理 失調之後引起的血壓升高 那麼我們這個同時也去調節這方面的問題 但是你低血壓的時候 是因為你的血腫量不夠 那還是涉及到你的腸胃功能紊亂 你的五股精畏的吸收 你的造血功能 甚至你的你的骨髓 骨髓蓋細胞的造血功能 退化或者腦化 那麼這個生命性也能幫助你去調節這一類的功能 所以它的雙向調節是 包括免疫力 免疫制攻擊 免疫的 免疫功能的正常運轉 大家在使用過程中呢 會慢慢的體會這些優勢 然後呢 體重控制呢 是剛才說了 就是體重 然後血糖 還有呢 血壓 這三個方面都是我們剛才講到的 雙向調節的作用 好像就到這裡結束了啊 好 我們下面的時間呢 留給大家 來一起來分享 我們的這些 這些話題啊 我把話筒和視頻都給大家打開 我們可以再交換一次 我可以再交換一次 那你們我們現在的小鼻子 都可以再交換一次 沒錯 我們要來堕 什麼 那你們的小鼻子 都可以有的 那你們想說 我可以來要小鼻子 有一對 感谢观看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 又有伙伴上线了 熊医生 这个有没有录音 因为没有听完整 有的地方讲了 来不及做笔记 所以没记住 好好好 我到处发给你 好谢谢 你这个精神可嘉 就是五点多钟就爬起来了 真不容易 谢谢 你的时间是在 跟长得差不多 OK 8点 但是 昨天晚上搞了两天 睡觉 OK 他说的这个里面的 叫做什么 我看一下 这个什么认证 这个 科小 科小跟 哈拉 哈拉就是阿拉 就是那个 阿拉伯 清真认证 还是 科学也是吗 对 也是那边 还是他们这方面的 所以我们这个呢 就是 就是 纯天然 这个 这个山顶上 高山上的 高山上的 这个 云山树 所以这是 自然境里 再自然不过的东西了 所以有的人 你说拿这个 在哪个地方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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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垢 肯定之后 自己去种 保证自己不用农药 那我们这个松树 没地方 没人去给松树 打农药的 哈 所以我们既没有农药 也没有重金属 因为这个 山顶上 重金属也上不去 重金属太重 哈 最天然 最好的东西 而且 不需要 种植 没有人工 所以成本 就很低的 对 而且呢 就是说我们 我们有时候 是如果原料 不够的时候 我们会用这个 会用造纸 造纸厂的 这个废料 他把这个纸 造完了之后 堆在旁边 扔掉的垃圾 我们给它 捡回来 给它用的 所以我们的成本 会比较低 我们不需要 像人家说 我这个要花多少 所以我们的成本 比较低 让我们的产品 不至于贵到天上去 因为有的 有的 有的产品 他们 要么本身 成分比较 比较贵 要么就是 把这个 把它炒上去 我们这里呢 就是 纯天然 而且是非常的 亲民的一个成本 这样我们的 我们推广起来 我们不需要 把它卖到市面上去 几百块 前一品的东西 然后把它 去夸大它的 用途啊 或者是 它的这个功效 功能 我们这个 只有亲征 亲征认证 没有那个 犹太人的 那个认证 犹太人 还有一个 什么认证 犹太人 好像是 是不是 是 Ko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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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犹太人认证 Kosher 是犹太人认证 是的 阿拉 是亲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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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 你要 另外 我这个 视频 打不开 对 刚才打的时候 你没有这个 二品 对 你没接受 现在打开了 现在 清征 清征 你知道 我们 我们公司 最早 最大的一支团队 就在 以色列 你可以看 我们 公司 最大的 我们 是不是 那个 以色列 那支团队 那个 都要 升到什么了 我 我 我 最近还没太关注 但是 我们 曾经 最大的一支团队 是以色列的 以色列 有个特点 它是以色列的 这个叫 VIP的 shopper 往往是排名 最高的 以色列 他们很愿意 做VIP shopper 他们很愿意 就是他们不像 比如说像我们 可能华人吧 我们就面对面 我给你一个 你一手加钱 一手交货 可能这个情况 这种形式的比较多 或者是要不然 我们就变成会员 他呢 就是说 他就是把他的link 发送给他的客人 你就order online 很简单 你就order online 除非你自己 想变成一个经济商 愿意花一笔钱 去变成会员 所以有很多人 他就是 他就不像我们这样 面对面的交易啊 或者什么这种形式 他就很习惯了 就是说 order from my website order from my website 他就伸这个link 去他们 那我们很多人是 我们跑 跑 跑 一个小时路 两个小时路 给人送去啊 或者见面啊 这种 这种形式 他们好像比较习惯 这种 online shopping的 这种形式 就是order online order online 那有的人 他order online 如果他愿意变成 经济商他就控制 经济商 但很多人他就是 就是在网上消费 所以以色列的 这个这个 VIP的shopper的比例 非常高 哦 他和以色列团队 还特别的大 但他主要是 以这种方式来消费 所以他赚钱的是 经济商 但他团队 对对对 赚钱的 真正做生意的 经济商他们很赚钱 所以他们那个roll 现在靠近LD4 我给relate一个级别了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里面 第一个的主要的成分是 Lignan 什么那个东西 Lignan Lignan 是木分数 这个木分数 在300多种食物里头 都有它的含量的 所以我们当时 有一个比较的地方 可以 我有一种 能翻出来看看 能找出来 那我们这个Lignan 在它这里面 成分占的 百分比是多少 因为它下面 还有一个成分 叫Trim D Trim C0 那个Carrier 那个Carrier呢 它就是要把它 输送到我们的体内去 所以我具体的没有研究过这个比例 你到时候可以问一下 就是这个木分数 起作用的就是木分数 它这个第二种成分是 起那个输送作用 是吧 它属于一个输送作用 就是让你的原体能吸收 因为木分数就像木炭 就是好像是比较难吃的东西 它也就是 你要把它变成一种液体状的 可以在口腔联膜吸收的 这样的 哦 那它这个也是属于自然的东西 还是属于化学的 也是这样的 就不是我们讲的是 玉米提取的吗 玉米的提取 哦 所以这个玉米提取物 就是指这个 所以它 对 对 这就是玉米提取物 这个玉米也是非转基因的玉米吗 对 我们都不用转基因的 转基因的 现在都是被人证悟的东西 我们都不用的 所以它可以新增 这些东西的认证 新增犹太人的认证 这很重要 所以我那天他们说 有一个学化学的人 跟我们 跟我们脚舌 化学化学的人 我是学化学的 所以我发现这个 这个怎么怎么 然后 我又 西志老师啊 他这个事 昨天呢 我也分享分享 还有人分享吗 就是西志老师说这个 好 我们来分享一下 那个 昨天呢 遇到这么一个大哥 他这是 他就是说让我们跟他的比 刚才说的这一位 这个我要录一下 我要录一下 这个呢 然后他把他的东西拿出来了 我比了一下哈 我比了一下 比我们的 要是按 我一会儿再说这个价钱 比 给我们比 我现在我给大家做一个 以前的这个 做过好多次了 但是这一次 我发现我把它做的精准一点哈 我们做一下 然后我们当时是跟他 他的东西比的 我们看一下比的结果哈 就这个抗氧化 这个实验 或者我们叫一滴实验哈 你看哈 我们这个身体内 我们主要是 我们生病是身体的 这个环境出了问题 然后最大的威胁 目前就是 就是那个自由基 然后各种的污染 比如说我们 睡不好觉 这是一滴 这是产生 然后你这个 有压力在一滴 然后你 这吃东西不对 然后你又 你又污染 或者你又吃药 这几滴了 这五滴 六滴 七滴 八滴 九滴 十滴 我记得当时呢 你这个滴很大的 你这个口很大 比我那个 这个瓶子弄的那个滴 大很多 不过没关系 你试一下吧 这个 这个 这个哈 你看这个 当时是用了这么多滴 每一个杯子里哈 我们都滴一样的滴素 都滴一样的滴素 然后呢 我们用它的产品 然后我们再用 一滴生命之泉 一滴哈 大家记住就一滴 就一滴生命之泉哈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搅一搅 啊 哇 清爽了 对 一滴就清爽下了 十滴 老师 你这一讲话 他们就看不见了 你知道吗 那我不讲话 对 你讲话只能看见你 没有 我把你这个放大 把你这个放大 不是 不是放大不放大 只要你一讲话 他们就看不见了 你要不就看那些很小的屏幕 哈 我重新再说一遍吧 因为刚才没有啥的时候 我们都没看见 其实我讲一下什么呢 昨天我们跟一个 跟我们要比较的 它那个产品比我们贵很多 一会儿我再说贵多少 比较这个抗氧化实验 抗氧化呢 主要是对抗的自由基 抗氧自由基呢 是我们体内现在主要的污染源 污染源 你比如说什么 你睡不好觉 这一滴 这是一个污染源产生自由基 有压力 再一滴 吃不好饭 吃错了食物 再一滴 喝酒 四滴 吃药 五滴 大气污染 这个六滴 然后各种原因吧 七 八 九 十滴 放十滴 当时我们 昨天是用的 八滴 然后呢 我们用多少生命之权呢 我们用一滴 一滴生命之权 就一滴 看清就一滴 然后我们看这一滴生命之权能干什么 以前我也做这个实验 做的不这么精准 昨天我们把低速数得精准精准的 这样 这样看得清楚一点 现在大家看清了吗 你关键就是说 昨天用他那个东西也是抗氧化 然后的价钱我比了我们的一滴是多少钱 几分钱 你算加币算是几分钱 他那个要六七块钱加币 六七块钱比几分钱 然后我们是这样的效果 然后他那个还是黄的呢 还是黄的 就是说他这个抗氧化这个效果 大家看清楚了没有 老师您昨天那个 他给您比较的那个 你有那个视频吗 或者照片吗 如果那个对比非常强烈了 那西斯老师 老师你再做一遍 你有那个片 我这没有 我现在也没带在身上 因为在办公室 跌在办公室了 跌在办公室了 对对对 那可以晚一点的时候 做一个这个比较图 这个挺好 然后呢 有时候啊 有时候我是这样的 就有一点不太愿意 让人家难受 你知道吗 有的人因为 你看我都不讲那个产品的别人 不想直接攻击别人的产品 所以有时候我们呢 可以内部的 私下里做的比较的时候 比较好 我们平时呢 就是判判我们自己的 对吧 判判自己比较好 我们自己就是 所以有个人 有个人老要我说 你给我一个 一个视频的比较 一二三 这几家公司的比较 我说这一比呢 把大家全折罪了 所以我们平常 我们不太愿意 就是说点名道姓的 跟人家 跟哪个针锋相对去比 什么 但是我们自己就说 我们这一滴 一滴就几分钱吗 我们这一滴才几分钱 它解决这么大的问题 人家用多少 几块钱的 都达不到这个效果 所以这个就是 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不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 我们就讲一滴两滴 我们都讲几次 就能就能 就能起到作用 在我们身体里 我们有好多个这种 一天用五滴 用了半年的时间一瓶 一瓶用半年 还解决了问题 这种情况太多了 所以平均下来 一个月几块钱 这样的成本呢 就就能让这些 这个成本 这个吃多吃少呢 这刚才说的几滴用 五滴用半年 这个也有两天用一瓶的 那你要看你什么状态 所以有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 我们不向小孩子推荐 小于12岁的 但是呢 有的小孩有些毛病 那个意愿什么 就是都没辙的时候 家长觉得 这个东西比较安全 给他吃 所以一向小孩子 要用这个东西啊 基本上是不花钱的 你想我们拿过 福的那个 那个生命综合症 那个小孩 当时是13岁 他也不小了 这个一天用三滴 他两年把他的 生命综合症 你痊愈了 你确定痊愈了 一天用三滴 这个东西就跟做慈善 差不多的 基本上没有成本的 这样 但是呢 有人就说了 你这个东西价钱 这么低的话 我们不赚钱 你就是便宜的东西 没有利润嘛 但是那不一定 我们这些个例子呢 是让一个是更多人受益 另外一个呢 显示一下我们这个产品 到底有多大的功效 那到了你 比如说一些 你正常的 你一个成年人 到了身体走下部路的时候 或者说这个时候 你要保健的话 你最好一天 吃上个30滴40滴 像我自己 我吃80滴 80滴90滴 然后像我婆婆呢 她有肿瘤 费力有肿瘤 她一个月吃四瓶 那个 那你在 你比如说现在都肿瘤 都晚期了 这个你就得 都更多吃 刚才我说了 我们这个 有有有 那个就 那个那一个 黑人的 那个很典型的 两天吃一瓶 两天吃一瓶 因为她没命了 不吃就没命了 医生给她几周的时间 然后最近我们 Betty老师 有一个有一个 有一个 合伙人 她的老婆 有卵巢癌 用的量 我给她算了一下 是三天吃一瓶 然后那个 那个卵巢癌 那个癌症指标 从五百三十八 一下子就降到 两个月之后 就降到了十四 正常是一到三十七 这样的效果 所以这个是 是这样 这些概念 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 作为经销商 你出去跟姐别人 讲这个东西 要想到 所有的可能性 你说这个东西便宜 你要知道 做生意的人 有时候他就觉得 这么便宜的东西 我赚不到钱 他一天吃3D 吃一年 我一毛钱都赚不到 所以我们这个事情 要从几方面来 来把它阐述清楚 对 但是便宜有便宜的好处 便宜是什么 便宜你可以覆盖 从平民到富豪 所有的阶层 你就不用说 像某些公司的话 一定要去打高大上的牌 你比如说 他们的经销商 除了一定要身上 都是名牌 什么LV啊 包啊 什么故事披肩啊 什么都弄上 然后那个开的车 是租的车 也要去开一个 什么样的亮绿的车 他一定要针对 这些富豪阶层 否则的话 你一般的人天天吃 一个月几百美金 这个东西 吃不起啊 有几个家庭能吃得起 你可能偶尔 这段时间 吃一段时间还可以 像你这个东西 你天天吃 而且家里人人吃 有几个家庭 能吃得起 那个价钱的东西啊 对吧 两位老师好 请问 一管是多少滴呢 如果把它吸到最最最满的那种 一管 四十滴 那给你看一下啊 这个 那您就是说您吃两管 吃两管是吧 我是这样吃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 你自己也可以数 就这么多啊 你这样 这就是 你看 我给你数一下 我给你数一下 两滴 三滴 四滴 五滴 六滴 七滴 八滴 九滴 十滴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五 二十六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基本上就是四十滴啊 这这满满的这么一管 没有 你吸到没有缝隙了 就是你看不见那缝隙 吸满了 看见了吗 那您什么时候吃呢 什么时候吃 这个是四十滴 啊 什么时候吃 什么时候吃这个东西哈 其实没有什么所谓 我们这个东西要记住 它是第一 有人就问 空腹吃 还是 吃饭 你这个东西空腹也可以吃 放在 我现在就 我刚吃完哈 我可以再给你吃一遍啊 直接放进去 有什么好处呢 是你学下 它可以直接通过毛细血管 进入你的这个 学下的毛细血管丰富嘛 直接进入血液 它吸收比较快 但是你说我 这个味道我不喜欢 这有点苦嘛 有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 有人非常喜欢 那个味道 就跟吃苦瓜似 有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 但是你不喜欢的话 你可以跟 跟任何的饮料 食物放在一起 你吃下去 然后你通过消化道 通常是没有问题的 它不影响效果 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它用的时间可能比较长 吸收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你如果什么时候 跟什么东西都能吃的话 你无所谓饭前饭后 昨天有人问这个问题 饭前饭后 还是什么 这个没有关系 你早晚都没有关系 但是呢 有一种情况 你比如说有的人 他刚开始的时候 肠胃不好 吃什么拉什么 就这种人 你最好让舍下吸收 因为你不希望 他都排出去嘛 这样的你先用 让他用舍下吸收 但是他有可能呢 吃一段时间 他的肠胃就变好了 他不用那个问题之后 什么时候吃都 就怎么吃都可以 但就是什么时候吃 不拘什么时候吃 但是呢 你刚开始吃的时候 有的时候 有的人他会 你要知道 有的人身体是有点反应 比如说 睡不着觉的人 你给他刚开始吃的时候 有人一次 哇吃就睡得特别好 但是有的人呢 刚开始的时候 你要注意 让他不要吃得太晚 我通常都说 你刚开始吃的时候 就是不要晚上超过六七点钟 你就先别吃了 因为你他有可能 有一种反应 就是说他吃完了很精神 然后晚上那个睡眠 反而受到干扰 但是他过一段时间 就没问题 像我半夜都吃都没有问题 就是这样的 那什么时候吃的影响效果吗 好像空腹 或者是那个影响效果吗 这个问题 好像您上次解释过 那我就不再问了 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舍下含腹 跟吞下去的效果 有差别很大吗 刚才我说了 哪个效果更好 主要的就是舍下含腹 你吸收的快 吸收的快 很快就进入血液了 这个东西直接就 就直接他通过毛血管 进到血液里 然后你如果通过消化道呢 他要通过消化道的吸收 再进入血液 在嘴里包多久呢 放多久都可以 你放能忍受进行 实际上你放不了多久 你不能忍受他很张时间 但是有的人 他就是特意的忍受这个东西 他又要含挺长时间的人都有 像我的话 我说含腹 我顶多也就含个20秒 最多了30秒 对 韩美老师 我想请问一下 他们不说 对前列性 还有男性的功能方面 有作用挺好的 那一般来说 建议他们 像他们这种人 什么时间吃比较好 就是早中晚三次 这个方面 一般是晚上吃比较好 就是说晚上吃 晚上吃呢 他就是一般是 很多人是早上起来有承拨 所以他的晚上吃呢 就会在那一段时间 他会就是集中的程度比较高 所以这样的情况 晚上吃比较好 晚上大概是什么一个时间段呢 晚上呢就是七八点 八九点 给一点时间 让他的体内去换习 所以他一般 他起作用的话 几个两三个小时之后 两三个小时 两三个小时应该可以的 那他这个影响 对人的这个兴奋度 影响他睡眠的程度大不大呢 他每个人的情况不太一样 关键是如果是说他 他有这方面的心思的话 他准备今天晚上大干一战 一场的话 那他不会影响睡眠 干完了就睡觉了 睡得好好的 有的人是 这个就是说 你知道用这个东西 跟用中药 有时候是一样的 他 那个身体有些反应的 他只要对你起作用 他有些反应 有些反应的反应不一样 有的人吃完了 然后马上告诉你 哎呦我昨天晚上 你这个东西我一吃啊 就睡得特别好 我就从早上 一觉睡到天亮 有人这样反应 但是有人是 他就吃完之后 他说我这精神 这个就不一样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 比如说他 我看到好多见证说 他对女性的这个 疾病问题也很有帮助 那么像 如果说有痛经啊 或者说有子宫肌瘤 这样子的人 他们一般来说 在月经期间 或者在这个期间 特殊期间的前后 或者什么时候 他用这个量的大小 会可以帮助他们更好 可以增加一下量 比如说在经期 我要特别说明一下 这个市场上 有好多的抗氧化剂 它有吸血功能 所以呢 对于这个经期的人 实际上有好多人 我我知道 像什么白粒乳醇啊 这种东西 你那个 那立架的时候 如果你 而且尤其是 你有立架过多的 倾向的时候 你不能吃 你不能吃这个东西 因为这种东西 吃到大出血 这种我们都见过 但是生命之权 没有这个问题 生命之权 不是吸血剧 没有 绝对是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你在经期啊 什么吃都没有问题 而且你要是有痛经啊 什么的 你在之前之后多吃一点 都是应该是有好处的 那如果说有痛经的人 他在这个期间 他又拿来磨 多磨小腹 跟这个后面的巴疗穴 会不会更有帮助 这种外磨呢 你都可以尝试 因为我们一直都有人 唱到这个东西 但是直接 还有 还有我们这有个气功师 他就说这个叫 叫啥啊 反正就是沿着这个肌脉啊 来他 他按摩 这个外用 这个 他自己说感觉 非常非常的好 其实女生也是用这个 对他们的 对他们的性功能也有帮助的 因为它可以润滑 有很多 很多女生 他们发现 到了这个 是50岁以后 他们有这个 肝臟综合症什么的 就是全身都肝 从眼睛到下身 所有地方都是肝的 所以他们就 对这个方面 失去兴趣了 因为一做 一做爱干什么 他就 就比较 就因为发生 出血啊 疼痛啊 这样的问题 那么用这个产品 他就滋润了 这一类的 这个线体 比如说我们叫 潜艇大线 这个线呢 一些分泌 分泌 这个润滑液的系统 开始恢复工作 所以他就 本身 人在一兴奋的时候 他就产生这个 这个这个润滑剂 然后有了这个 生命之权呢 他帮助他们提升了 这种功能 所以呢 就就开始就有 首先首先身体就有这种反应 有这种需求 另外在真正在 在在使用的过程中呢 哎 他又发现很好使 所以又 就可以感受到这种 这种快感啊 这方面的 所以对这个方面 对女性也是蛮 蛮好的 所以在 我这里 其实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 我有一个专题讲座 是讲这个方面的 将来我们有机会呢 我先给他 给大家一个 一撇吧 然后大家知道 有这个 我们有这样的专题讲座啊 就像这个 妇科疾病之类的 有的时候 他这个是 疾病 水空肌瘤啊 蓝肿啊 什么这种各种 出血原因啊 包括生命之权 怎么去调节这些东西 我们都有专题讲座的 这方面就是 回头 回头我们有专题 来给大家分享 这一类的话题 哦 那您提到的 我再问一下 刚才您提到的 她们女性 她们是 呃 内服还是外用啊 主要是内服 主要是内服 因为她 通过内服去 去修正这些体内的 这阴虚啊 倒汗啊 荷尔蒙的这个 水平降低啊 还有这个 腺体的一些 伤害啊 损伤啊 所以她就会 会用这个 她慢慢去修复它 实际上 实际上这个 生命之权 它主要是 对让我们的身体 我们叫 reverse 你是claw 比如说你现在 已经是60岁了 她感觉变成40岁了 她当然就 就有这个需求了 如果你50岁 变成30岁 那是30 30如狼 40如虎 年龄去了 所以她就会有 这方面的这个 这个这个功能和需求 啊 就会就会 这个人体 你自己感觉到 年轻的 就像我那个 那个肝脏 有问题的人 她说 I feel like a 20 year old 那她说 我的老婆 我的太太也要用你的 这些东西了 要不然她跟不上 我的胖了 这样的 所以她也就是 哎 鼓励她的太太也用 现在她太太 也用得非常好 所以他们两个 都很开心 嗯 所以她这个 基本上是不 不太 鼓励用在 比较敏感的地方 或者 嗯 可以用的 这有的人就是 有一些 尤其是出现一些 故障问题 比如说阴道炎啊 或者是一些白带啊 什么这样的人 他们也有一些外用的 有一些外用的 哦 它不会刺激吗 不会不会 就在口腔舌下 甚至在鼻孔里头 都用过的人 他到这样的部位 也没有 那中耳炎 可不会直接滴进去 中耳炎 不要大量的滴 就拿那个Q-T 转着之后去 去给它这样子去 这样子去 转一转 转一转就好 转一转 转一转 这样子 嗯 就是破皮的伤口 尽量不要直接抹上 是不是 破皮的可以啊 你像外上 人家刀口啊 什么这些 这些可以直接抹的 你在哪有一个概念 说是不能用在什么敏感地位 这个东西外用非常安全的 我不知道 你 塞志老师说 因为我 因为我是刚刚 那个 这个外用的范围 外用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 而且甚至比内服还要快 所以这个是外力是非常 费用是非常鼓励的 是这样 不是说 我不知道你哪里得出结论 说尽量不要用 不是 不是这样的 这个你 你能用就最好就用 是这样 所以有外伤或者破口的时候 就直接用 直接用 就当那个消炎样 外伤 比如说你现在割伤 你马上用上它之后 你用这个东西 包括做手术 你做完手术 吻合之后 马上用上它之后 然后你这个伤口是长 会长得非常好 你基本上不容易留疤的 当然你如果说 我非力这种不用 我就都长好了 我再用 再用它去这个疤 它这个东西就要慢多了 因为你长的时候 你没有让它干预 等你都长好了 然后你再希望它去这个疤 那就要慢一点 对 因为我上次看一个见证 说什么 要掺上水 然后喷上去 那如果要掺水的话 是加蒸馏水 你没看 你跟open的伤口 你最好不要喷 不要加什么水 就是你 就是你开放的伤口 当然最好是加水了 开放的伤口 不建议加水 他让你 喷上去这种东西 我们是做护理用的 你比如说你皮肤 你每天我都可以 喷一下 这样 你比如说这 这就是 然后你说我 我喷在脸上 对皮肤比较好 我喷在头发上 对可以 但这个不是针对这种 open的就是开放的伤口 开放的伤口 不建议有水 参与 不能加水的 嗯 这个好 那他用在头皮上的话 是建议洗完头之后 用上去吧 抹上去 我每天都用 我一天用几次 大概两天洗一次头 两三天洗一次头 但是一般的 洗完头当时我并不用 因为你 你洗发水里都有这些东西 你可以也可以用 然后那个第二天 或者当天晚上 我就会 就我有这样的瓶 当然也是稀释了的 放在头皮上按摩 或者你就这喷瓶直接喷在头皮上按摩 然后你在喷头发上 喷脸上都可以 喷头皮要稀释多少呢 我咱们这个瓶瓶你知道 这是这是个空瓶啊 空瓶里面放了水 我是放三满管 三管啊 三管 您觉得这个比例 你那个瓶子有多大呢 装多少水 应该98毫升的瓶子 你如果是用 最喜欢这个瓶子的话 他再放 我放一满管 一满管 然后装一满 对这个瓶子可能比较好 好算 这个是我 这个是我用的 这个是我用的一个瓶子 这是多少毫升 我看看 这个是 大概100毫升 我们这个瓶子 大概90多毫升 98毫升 我这个是100毫升 我这个100毫升 然后我 加三管 我一般我其实多一点更好 我觉得稍微浓度大一点呢 效率更高一点 所以我这个 几管呢 我大概用五管 五管 对 这样就喷在头发上 那里面用什么水呢 冷开水 最好对啊 最好是干净一点的水吧 蒸馏水要好 最好用蒸馏水吧 蒸馏水才一块钱一桶 越干净越好 好的谢谢 那熊龙医生您喷这么多次 他什么有什么帮助啊 他就是你这张头发打起来 就不要那么变白了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头发基本白透了 基本都白透了 脱脸呢 脱脸怎么稀释呢 啊 脱脸怎么稀释呢 脸啊 啊 脱脸 差不多浓度的水就可以 这样的 我都用一瓶 就用一瓶 同样的这个浓度的都可以 你们是擦在水里啊 我就是 我都是跟我的护肤品混在一起用啊 护肤水啊 那更好 也有什么 爽肤水 水啊 那种 那种叫什么 什么什么打底子 什么之类的 反正就是 你那种 那种 我觉得加在爽肤水里面很好用 对皮肤比较明显的 有那个 对肝 皮肤肝有帮助的 对 干燥皮肤 我最近在试 对对对 特别好 跟爽肤水一起用是吧 不是跟那个 我挤一点爽肤水在手心里面 然后我就滴几滴 但是我不知道滴几滴合适 但我 我差不多滴 我最开始试了三滴 后来我现在试到六滴 我觉得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好 有区别的 就是你加进去跟不加有区别的 很明显 对 早晚都用吗 对 洗完脸抹东西的时候 我就抹 先抹爽肤水 就是加这个 我最近用这个 因为现在暖气很大嘛 很干 我用了以后 我觉得那个帮助很大的 您在 您在加拿大是吗 不能说 啊 这边特别干 所以一般 我最近就开始弄头发 跟弄那个 头发也挺那个 也有效果 因为我有个地方有一些发炎的那个 嗯 就是把把根里面有一些白的那种发炎 用完以后 用完以后明显的改善 嗯 它这消炎效果挺好的 特别好 所以所以所以 这个焦烟效果不是挺好的 焦烟效果是相当好 特别 真的是非常好 立竿见影的 因为这个是看得见 就是在皮肤和头发上是看的 立竿 马上看得见 你吃到肚子里面 感觉一下子不是这么明显 另外还有个分享 就是我有时候睡不着 半夜醒了睡不着 平时没这个 但偶尔又或者早上醒太早 那个时候单单喝水还不行 我就第一管 第一管 然后去洗手间 只有第一管 然后喝点水 回来以后 每次都有睡着 而且睡很香 这个是 good testimony 有很多人不知道 他半夜害怕了 睡不着 还不敢用 真的效果很好 喝了以后就是 稳稳的会睡一好觉 对 我们现在正在进一步的摸索 这一类的这些用法用途 所以我 其实我当初 接手这个产品的时候 第一 我当时我也是半信半疑 那慢慢的后来 这个疑难杂症 那个疑难杂症 都是 我就说我也没见过你这种 像那个先天老颜的 那都是不自治症 我没什么法 我说你试一下吧 还有那个 癌症晚期的那个 被癌晚期的 试一下呗 都死马当活马医呗 慢慢的就好起来了 这次还有什么 那个大肚子的 那都是很严重的 肝脏的这个炎症 积水 干腐水 弄得一塌糊涂 慢慢就 人家现在说 我现在像二岁小伙子了 还开玩笑 说我的 my wife needs your pills now needs your medicine for sex 就是说他觉得他现在可以了 他老婆需要跟上他的胖了 所以这些我们都是这么一路走过来 一个接一个 一个接一个 所以我们之所以对他这种信心的建立 有时候有人觉得 哎呀你是怎么敢说这种话 我说是我 我这个信心到这个程度了 就说出了这样的话 他们就说 那我们还没到这个程度 我们还没经历你那么多 当然你的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使用 使用的范围有限 你自己的 你就自己和家里一个人 两个人使用的情况 跟我们这个 很千上万的这种客户的反馈 那当然不是一个级别的信心了 所以我为什么 为什么韩美老师 当时就是说 他说他说我没有你这样的资源 我没有办法跟你这样 做同等对比的这种 这种 临床试验 所以我就选择相信你 相信你 就说这些是对的 那这个 所以呢 就是 相信找受益 我这有一个 但是我有个担心 就是他那个载体 因为他主要的成分是载体 他有 当然功效 有效成分是那个 但是他的载体的量是为主的 我是有点担心这个载体 短时间你能感觉到他的那个抗氧化的这个 他本身的功效 但是时间长了 这些载体在身体里面累积 特别是大量的吃 当然如果是癌症的话 那就是 就是那个 需要大量的吃 那肯定不会顾及这些了 但是属于保养的人 时间长了以后 会不会累积一些毒素在身体 这个问题 我是从这个角度看的 就是说 我们吃的人 把这个脂肪肝吃好了 把肝硬化吃好了 把肝囊肿吃掉了 甚至肝癌最好转了 那还有 这些是重的 就是说 平时也只是一些亚健康 也没有什么太严重的 为了保养 为了那个 那如果吃了这些长期这样 反而给身体带来很多的东西 不必要的一些 你不知道的 对身体有没有伤害的东西 因为他那个载体 他如果这么严重的问题 他都给他化解掉 他还能把你这个 很健康的人 不让你化坏吗 不是 他化解的是 他的功效的一面 但是 但是他的载体的方面 载体的 是他这个本身的有效成分 在起作用 但是载体在身体里面的累积 时间长了以后 他对身体有什么害处 咱们还不知道 所以这个是我的担心 他就是这个载体嘛 跟他在一起 起到这个功效嘛 他是他帮他起到功效 但是他本身这个载体 有什么伤害 现在不知道 就是说 因为都不在自己的 现在暂时关注的范围 到底这个伤害有多大 是这样 我们有人呢 就是说用到一天一平的人都有 那你这个 这个 这个短期内 就要是有伤害 他就有伤害了 短期内不会有明显的伤害 因为这个 这个载体 他不会说短期 如果他这样不安全的东西 他也不会放在里面 短期没有 就是说 权衡利弊 那个时候需要了 那就拿他的那个 抗氧化的功效 那这一点载体 有什么伤害 潜在的伤害 也不在乎了 因为那个时候是 是救人要紧嘛 这个事情呢 我也说一下 这个刚才 甚至老师讲的意思 就是说 他对这么严重的肝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是会让肝的功能 转好的 另外你说这个 吃这个东西 其实你平时吃蛋糕 你吃蛋糕吧 吃生日蛋糕吧 那蛋糕里用的 用的都是这个 就这个成分 它就是因为到 它是一种 它是 你做蛋糕的时候 必须用这个东西的 是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 你可以去查一下 好 我们首先呢 我们已经用了 我们用了 比如说像我是用了 差不多快四年的时间 那就 就像那个丽娅 那个小姑娘 用了五年的时间 我们五年的时间 是所有的指标都向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这种 对他的信心 那 在这个产品 本身在欧洲用了 二十多年的 二十五年左右 所以 所以 教医生您用多少呢 一天 我一天用三管 五管 七管 八管 不等 就是说有时候 看我的病人来多少 比如说他 就是平均 平均你那个 就是按理正常的 正常的保养 大概 三到五管吧 五管左右 有时候 有时候 要是病人少的话 我就用的少一些 因为我每次他们来 我就示范给他们看 你这一管 这样吸下去 这一管 接着一个小时之后 又来一个病人 我又教他怎么用 就这么 我再第一管进去 所以一般 三到五管 是比较正常的 对 所以你半夜两点 是早上六点起来的 对 都没问题 肯定得住是吗 对 一天都有精神 所以我晚上 我的很多比赛 都是在九点 到十一点 然后再收拾收拾回家 就到十二点一点了 睡觉 然后呢 早上呢 这有zoom了 我就七点六 七点东西 爬起来了 所以我经常是 在不同的时间段 给大家发东西 有时候 其实我们很多人 很多人 说一天话很累的 但是我们这个呢 就是说 我们在这里呢 就是我们平常 就是弄完一天了 然后再去打比赛 那个高强度的 所以你这个体能 它是要有一定的 这个支撑 才能够 才能够让你 第二天还能爬起来 我们有的比赛 经常是back to back 就是星期五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三天都有比赛 或什么样的 这样的 所以像那个 费杰杰那个朋友 他有个小群 一会儿 您方便的时候 不过他现在在中国 他已经很晚 你不用急着 等一下邀请您进群 给他解答问题 可能要等他 明天早上起来 可以 没问题 好 谢谢 好 谢谢 这个分享 我一边听 一边做别的事了 好 没问题 没问题 这个 就是说这个 我们是这样的 就是说有些 首先我们 我们身上 十个八个 二十个毛病 在好转的时候 你去担心 他十年 二十年之后的 哪一个 某一个局部的 对你的某个影响 这个担心实际上是很 没有必要的 比如说 你的肝的 脂肪肝也在好转 你的肾衰竭的指标 也在好转 这些都是往好的方面在 就算是他的正面的一面 你负的一面 那你 那你 他的 可以说 微不足道的一个方面 相对 所以那天 有一个医学专家 一个博士后 就跟我 就讨论 或者争论 或者跟我 跟我搅这个事 他说 我说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肾上线 肾上线功能 抗进的这个 他有一个肾上线主流 在他的这个肾上线上 医生就非得切除 他这个肾上线 他说你这个肾上线 这个问题不切除 你anytime 你can collapse和带 那你现在就是 你不切除 你就可能明天就死了 所以要他 一定要赶紧切除 后来这个人用了 我们这个产品之后呢 他用了 而且是每天才5D 因为他没钱 他到我 他到我那个办公室 他因为他很 积极正面的一个人 所以我说着说着 我就说 那我们就签个单 给你 给你 给你弄上这个 他就签好单付款的时候 信用卡拿出来付款 付款的时候 卡没刷过 他是要多少钱 我说1519 哎呦呦呦 我没有那么多钱 没有那么多钱 我这个卡 他没那么多钱 我就 那我只有 我只有买一瓶的钱 后来他又买了一瓶 买了一瓶之后 他一天在等着吃 一天才吃5D 后来是三天 他说三天见效 三个星期的时候 他说 我所有的这些症状 都缓解 他本来是24小时 一个 一个 pressure monitor 就是他一个血压 血压 血压的一个 一个monitor的 一个观察 观察 观察机在他的身上 24小时监察他的血压 一旦高 高得怎么样 他就要怎么吃药啊 什么样 他就一直在吃药控制 他的高血压高到240 低血压低到100 低血压的这个也是140 高血压200多 这样呢 就是说 所以他的这个血压 是anytime 是可以暴血管 什么这样的 那后来他 他用这个产品 用了几天 他就有反应 后来 后来慢慢就好起来 好起来之后 就是他说 我现在什么毛病都没有 我这 原来他因为血压高 吃很多药嘛 所以他那个 叫做 它的那个钾 低钾症 他就老是要吃 吃这个 每天都要吃 因为他身体也不造假 就是因为他那个 高血压和肾上线的问题 后来这个问题 就是说保住了 他的肾上线 然后身体一直 很平稳的时候 我就跟这个 这个医学专家 博士后跟他 分享这个 案例的时候 他说 你那个东西 你不要看到 他现在是好了 他10年 20年 30年 等他 等他6岁 7岁 80岁的时候 他 他还可能出毛病 还可能死的 还可能怎么样 我说 我先让他 先活下来 先让他这个 这个活下来 再说吧 先不要让他死掉 是不是很好吗 那个就是 所以这个有时候 你像他这样 用很低的代价 就已经让他 现在能活下来 不用吃 不用吃这个 吃这个急速 不用吃 不用吃降血压的药 所有这些 而且他身上 他的其他的体能 各方面 恢复得很好 也不用提心吊胆 这样的 所以你眼前的力 已经足够大到 你覆盖你 他吃多少呢 一天 今天五滴吗 哦 五滴 对啊 五滴嘛 吃了多少 多久呢 吃了多久 他三个星期 三天见了笑 三个星期的时候 他说我所有症状 都消失了 就是这样 所以 所以这个人 当时 回头我可以发给你 发给你听一下 这里 后来这个人说 这个人 他用词都比较极端的 他说 这个这个 所有的问题 但是我们 我们不 不愿意他用这样的词 因为这个词呢 是很遭忌讳的 他说我所有的毛病 都都没有了 这样的 所以这个 这个这个就是说 你这个给你身体 带来这种 这种 这种超强大的 这种好转 之后你说 你担心他十年 二十年 甚至一百年之后 我觉得这个就没有 没有 而且我们现在是全方位的 你不管是灰指甲也好 还什么也好 你全身上下 所有这些毛病都在好 你担心他到哪去呢 包括你的肝 你的肾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 这个 而且这个 就像韩美老师刚刚说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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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ry 就是我们平常食品中的东西 蛋糕啊 都是你要吃多大的量 我们是有个试验 说是 说是 三百公斤吧 还是多少 是多少 你才会真正对你的身体造成 造成伤害 或什么 就像你吃糖 你吃多一点 你会造成 糖尿病嘛 那有些东西就是 你什么东西吃多了 什么东西积累到 多少年之后 它都有可能会 会对你的 那你就 那你就不能吃了 糖你不能踏起了 你其他盐也不要吃啊 吃多了 它也有伤害了 所以对我们身上 就是说 就有点像我们开车上街 你有风险 但你还是开车上街吧 可能 既然它给你带的这么方便的 这个 这个 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些 就像我 我当时我 我教会有一个 一个小孩 当时他就 就是说 他那个孩子呢 就是 就是 脑 脑瘫吧 他还是小儿 麻痹症 就是他 他 他一开始 他就担心嘛 说你这个 你这个会不会有副作用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后来我就说 我就说你 你要是你的孩子 能够走 能够开始走路 能够 这个手 不至于遍到 写不动字 你让他能够恢复 正常一点的功能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 对他的这个好处 会不会远远大于 你对他的担心 后来他用了之后 他这个孩子就 可以 可以 勉勉强强强走路了 这个手 写字也可以写了 后来上学 可以比较正常一点上学了 他说 哎呀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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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用了好 不用的话 就是 就是他可能这辈子就废了 这个孩子 所以这个 这个 我们这个利是 比如说你有99的利 你有1%的 你觉得一个担心 我觉得这个 你可以 你可以就像 就像你开车上机一样的 总是有风险 但是呢 他你的这个 这个利是远远大于 大于币 好 那我们今天时间 已经耽误大家不少时间了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那我们明天早上呢 是有英文的 同一时间八点钟 英文的全球见证分享 我和韩美老师做主持 欢迎大家再继续上线 今天的时间到这里结束 谢谢 感谢大家 好 拜拜 谢谢老师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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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